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对于昨天播出的100个春天这一集 看到我们整个搬家的过程 好多人给了很多回想 很多的鼓励 所以非常谢谢 当然特别包含我们整个北美洲的法师们 也都来帮我喊加油 都替我们高兴 但是我也有讲了 我说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在这种非接触文化的时期 在这个时间段 怎么样去让更多的社区上的朋友们来认识我们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佛法 怎么样去接触他们 这个是很挑战的 当然在网路上 在这个平台 就是说像我们早安佛光 或者我们有些佛学课程 当然是 但是他们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平台 或者说拜托大家再帮忙转发一些 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网路世界里头 找到我们 那就要请大家继续帮忙 那另外今天我要赶快来回答 有一位朋友叫做May 我是回头包含我们视听主 大家在看到 哎呀 不好意思 May在早安佛光 佛学班都有提出问题 那目前我现在看到三个问题 那您这么热心的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在学习着 非常的欢迎 很高兴 因为从您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 您是真的刚刚接触 所以我说非常非常的欢迎您 那希望这个缘分再延续 那您第一个问题 说请问佛光山是可以去拜访的山吗 在沃泰华吗 佛光山呢 我要先讲我们的总本山 佛光山的总本山 是在台湾的高雄 那确实是一座山 那么另外我们的祖庭 是在大陆的宜星 所以有总本山 有祖庭 那在大陆 在台湾都有 那么我们在 这个开山祖师 就是创办人呢 是星云大师 那他在全世界建了将近三百所的寺院 都叫做佛光山 那以我们沃泰华来讲 当然我说你随便讲世界五大洲 什么地方会有佛光山 但它不一定是一座山 就如同我们在沃泰华 那其实从昨天的 这个第一百集的早安佛光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一个 这个有一块地 那么在这个陵园之中的一块地 那目前 因为它就是陵园 还没有开发 那目前就是这个临时佛堂 这个部分 就进行了第一期的工程 所以不是一座山的形状 但是一般寺院 比如寺院的门 我们就叫山门 比如这样讲 所以它不一定是一座mountain 不是可以爬的山 尤其在疫情期间 其实也还没有对外开放 这一点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就是要看我们的公告 然后再决定 可不可以来拜访 不过我想您已经拜访了 我们的网站 其实已经是在佛光山的平台上 在结缘 在学习 所以那至于说 能不能本人到 那当然我刚刚讲 看我们的公告 目前是暂时不对外开放 我们配合这个 这个疫情的情况 在做安排 那第二个问题 问了说 我是一个有牺牺牲奉献精神的人 对别人的不快 能够感同身受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老是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 为什么就我会感受这么多呢 为什么却没人能像我一样懂我呢 觉得自己应该要索取更多 后面还有几句话 那么我想呢 有牺牲奉献精神的人呢 你一定是一个好人 但是呢 那个层次还不够 程度还不够 真正叫做牺牲 它是不计较的了 但你还会感觉到说 因为你是那么的慈悲善良 你可以感同身受 感觉到别人 感觉舒不舒服啊 好不好啊 这样你可以感受 那表示你是慈悲的人 但是对别人没有等同 我们付出那么多的来 跟我们互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平 为什么我这样帮你 为什么你都不能够这样对我呢 这样 那这样子是还是有那种 希望别人反馈回来的那个心呢 其实还没有到达牺牲 那当然菩萨道的 我们在学习这种菩萨精神呢 真的慈悲为人的时候呢 其实是没有我 就我没有想到自己 我的感受你懂不懂啊 那包含我的感受也没有了 我就是以你为主 这样子 所以您的根基很好 您如果多接触佛法呢 你继续深入 尤其呢我建议您听 我在YouTube上你可以查得到 我讲金刚经 我对于金刚经里头讲到的 那个当一个人发心 然后要能够完全的是为别人 那不再就无我像无人像 不过我现在讲这样可能太深了一点了 总之呢就是先不要去要求对方要如何 你只管付出 我建议您 就如同您问我第三个问题了 你说我今天是第二天学习佛学 听到第二课 您讲的真好 道理很容易懂 然后说因为是出入门 所以你觉得还是有一些人物啊 佛的一些专业语 还是不懂啊 不懂出处 请问初级的听哪篇呢 其实像您刚刚提的第二个问题 觉得自己还有那种 觉得不公平这种感受 我建议您看 星云大师写的实修歌 您去揣摩揣摩 一修人我不计较 其实慢慢的 你只要这样子 去熟悉实修歌之后呢 你再看你第二层 第二个问题呢 你比较知道怎么去拿捏 怎么去超越 那第三个问题讲到说 初级的听哪篇 应该是说阅读哪些书是吗 那建议您呢 首先我都是先建议 释迦摩尼佛传 第一本应该要看的书 释迦摩尼佛传 之后呢 您在网络上看 您可以看回就是今年三月份 那么我们开始讲的 这个佛教入门的课程 佛教入门八堂课 那我跟几位纽约的法师们 就大家讲了几堂 那八堂课 有这个学佛行仪 这个初级的佛学名相 还有基础的佛门唱诵 像这一些 所以您先有这一些概念 佛法就是 它就像一个圆 您不管你在 你的起点在哪里 往中心走 都是最近的 如果你在这边上 绕绕绕绕绕绕绕 再来到中心 这是比较绕远一点 那我是希望说 您就很单纯化的 就跟着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佛光山的 这个在网络上的一些 教学的课程 您跟着走 我相信从今年的刚好 就是为我叫佛门第一课 就初阶入门的 这个课程 您跟着这样子听 这样训绕 那当然进到现在讲 成佛之道是稍微 对初入门的来讲 基础还不够呢 是深了一点 所以因为都有录影存档 所以建议您要听 佛法概论的课呢 您可以在多伦多网站 或者YouTube直接打 永固法师成佛之道 第一章 第一堂课这样 您就从第一章 这样跟着这样听 那也是很好的基础 那另外 除了释迦牟尼佛传 其实瓷庄法师的法像 您大概先看一下 都有很多帮助 那佛学除了说 就是佛传 还有佛法概论 有一些专有名词的这些 这个介绍之外呢 最主要的还是 要理解到佛陀 为什么要 就从他的出家 然后到证悟 他找寻个答案 然后把这个智慧的真理 交给我们 我们理解了 我们练习错 我们在做人的 这个阶段 这种 这个生命里头 越来越充实 越来越踏实 那加上您现在开始学习 永远都不嫌晚 那有开始 就是一个最好的起点了 希望您继续学习 也谢谢您的提问 也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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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